在这里,可以说洪孟子讲到这个人,能够有诗端,能够成对人资深本体的一个体验,这个是一样的重要的 当然这里有一个提出,就是孔子在这两方面都在意重视,但是在后面的发展,就是曾子和大学,偏偏偏寻学的发展 而思梦,大家都知道,是联系在一块,所以这里我想,在今天谈读家的心学,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两个平行并进的一个思想,至少在先情吧 就是一个以道德的女性和所谓知识女性,所谓道德心和认知,以知心的相互利用的很多 但是先情这样的体验,可以说是因为实际的关系,历史的发展,往往不是我们完全能够以现在说明的 但是它也代表宇宙发展一个基本的一个伍度,所以生命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些发展的可能性 所以终点有这个异化,那么首先,我真的强调的是,从汉,像素智学,到玄学,到如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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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玄学 有一个机缘,让科学对生命本质的一种认识,有更好的一个机会,更好的一个台阶 所以到第三个阶段,第二个阶段就是从整 这个开始就有了说明理学整个宏大的一个体系 这个体系,它是很通的,因为有很多并成的各种体系 但是它整个社区的发展,就是逐渐展开,相互分化,再会形成为一 所以这个是,所以我对于这个,来描述这个,这个过程是以细化理,以力施性 这个对心体的,就是这样的。